当红流量小花陆安然因为脸红过敏没脸见人 我奶奶好心送她一个口罩 她笑着说要和奶奶来一张合照 奶奶乐呵呵同意 第二天照片出现在各大平台热搜上 陆安然配文曝光一下恶毒奶奶 可千万别接她的东西 小心烂脸哦 臭宝 我家地址被连夜扒出来 所有粉丝堵在我家楼梯口对我奶进行辱骂 诋毁 我奶奶心脏病发作 倒在地上抽搐 医护人员赶到时却被陆安然带人拦住 本来就是要死的人 有什么好救的 早死早解脱 怪不得这种人叫老不死呢 还要浪费资源就这种人 你们不如先救救自己脑子吧 火酒剑 真当有几个粉丝牛逼了是吧 惹到我你算是踢到炮仗了 开门 超熊奶奶把门打开 快点 躲在里面装缩头乌龟有什么用 铁棍砸在门上的声音 一下一下在我脑子里猛地炸开 我在电话这头屏住了呼吸 让奶奶尽量放松 奶奶的笑声有点僵硬 却反安慰着我别怕 会不会是你的朋友啊 脾气还真特别有性情呢 我在电话这头急得不行 我奶还在那头开玩笑 额头急出一层薄汗 我立马联系了物业带人往这边赶 也在第一时间让助理打电话报警 这门看着有些贵吧 砸了我们不会要赔吧 砸门的人文言动作一顿 但随即肯定地摇摇头 这种社会人渣 只知道欺负美女的人早就该下地狱 而且到时候安然姐肯定会抱我们的 对 我们可是安然姐的忠实粉丝 她受到了欺负我们怎能不作为呢 等门开了 把人脸上泼上硫酸就算完事了 这也不算欺负人啊 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泼硫酸会不会太过分了呀 它只是让我不小心过敏而已 说不定就是巧合呢 陆安然捂住了嘴 一脸惊讶 安然姐你就是太善良了 网上都说人善被人欺 你做明星的就是靠脸吃饭 这个老态又不是 毁了脸算什么 可是 陆安然嘴角隐秘勾起一次笑意 很快压下去 没有什么可是的 安然姐我就是看不惯别人欺负你 今天这个老态必须给你道歉 那好吧 陆安然无奈被迫接受 砸门声像是我的索命响铃 我内心一边焦急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祈祷这些人找错了人 或者物业和警察赶快到 助理在一旁看出了我的紧张 尽管开车的手都在发抖 更是因为出了一层汗 方向盘有些手滑 老板你别紧张 说不定我们先出车祸 奶奶还没事呢 她安慰到 我轻飘飘瞥了她一眼 她做了个拉拉链的动作 乖巧闭上嘴 知道她故意逗我开心 我也没故意为难她 毕竟我奶奶平时对她最好 我有的一份 她也会有 奶奶 你开一下门吧 是我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就是问一些事情 你别紧张 电话那头传来一句熟悉的声音 我眉毛微醋 总感觉这个声音在哪里听过 唯一的线索像是一阵风飞过 我没抓住 拼命回响却无济于事 像是忽然想起什么 我在电话这头猛地喊道 奶奶别开门 谁叫你都别开 二 我的提醒晚了一步 奶奶给陆安然打开了门 没事的 这位美女奶奶见过 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哈哈哈哈 这里漂亮的小姑娘 有一群呢 刚才猫眼被红旗挡住了 我还以为是坏人呢 你别担心 我艰难扯出一抹微笑 尾音却发颤 是吗 刚才楼道所有的嘈杂声 都因为这声轻微的开门声 打断 所有人没有感情 像盯着尸体一样 紧紧盯着我奶 我后悔当初听了奶奶的话 没在家里安装监控 就连走廊的监控 都被人用黑布恶意挡住 奶奶真的认识这群人吗 陆安然上前一步 朝奶奶递出了手 天真善良的老人 还以为是要和她握手 彷徨又高兴地伸出手 伸到一半又缩回手 在身上擦干净才递出去 不好意思啊 小美女 刚才我切菜手可能 我奶话还没说完 陆安然脸上和善的表情一变 眼神凶狠起来 抬手甩了老人一巴掌 我奶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有人便准备将带来的硫酸 往她脸上泼 薛贝露安然拦住 他们着急道 安然姐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这么善良 这是一巴掌能解决的事情吗 你都因为她那个口罩烂脸了 她是铁定了嫉妒你 打算毁了你的职业生涯 对啊 安然姐看我今天不痛死她 这种老不死就应该待在家里 她家里人是不是故意啊 看不住人就买狗链子把人拴起来呗 出来做坏事真是恶心死了 我快吐了 说着说着就吐在了我奶身上 混杂着酒味和各种呕吐物 就连他们的人都嫌弃没办法 我奶是个有洁癖的小老太 平时在家里都要把自己打扮好看 角落从来不会有垃圾和灰尘 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此时却满身污垢 手足无措站在原地 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掉 我奶也没捡 我只能在这头听见 他们的对话声和嘲笑声 我在电话这头 吼得声嘶力竭却没人听见 助理在前面偷偷抹眼泪 哎呀 小姑娘你怎么了 要不要进去洗个澡 你们这群小美女最爱干净了 吐我身上没事 可别脏着你们 我奶顾不上脸上的疼痛 说着就要带人进门 那人却往后一退 躲开了我奶的手 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 开始准备讨好我 你做梦吧 我最瞧不起你们这种穷酸人 只知道因为讨好别人 她翻了个白眼 转身却对着陆安然笑颜如花 安然姐 你刚才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都要把硫酸泼她脸上了吗 马上就要为你报仇了 你不会对这种咬人的狗心软了吧 陆安然安抚似的拍了拍她手背 朝我奶逼近 我奶在他们刚才的对话中意识到不对劲 拼着命往回走 却因为年纪大和太过害怕 腿一颤一颤走得慢吞吞 手机被扔在地上 我听见上面传来一群人的笑声 对我奶的嘲笑声 你们快看她 是不是特像只老鸭子走路 哈哈哈哈 乐死我了 我要给她的特写 居然有人这样走路 你说她腿脚不行 好好的学什么黑粉欺负我家安然姐呀 现在报应来咯 欺负别人的时候就想着会有今天吧 我最痛恨的就是欺负别人的人 居然敢这么欺负安然姐 今天就让她付出代价 可别让她跑了 我拿着手机的手情经报起 恨不得当场穿过手机屏幕 将这些人狠狠捏死 三 心里焦急万分时 物业突然打电话过来 我咬咬牙 只能挂到了奶奶的电话 老板 他们有备而来 带着保镖 死死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进去 硬闯啊 还要我教你们吗 给你们工资 是让我替你们想办法吗 意识到情绪不对 我压下脾气 一字一句仿佛咬着骨头往下咽 打伤人我负责报销 对面立马硬了下来 就在要挂电话的时候 忽然告诉我有隐藏摄像头的存在 没有丝毫犹豫 我立马登上账号 眼前的一幕 气得我把手机差点摔在地上 可更多的是心痛 一股无能为力 从心底油然而生 顺着脊背往上爬 视频里 小老太太用十分别角的姿势 拼命往回家跑 却被陆安然上前猛地揪住头发 他瘦小的身体 因为疼痛被迫厚仰 我有说让你走吗 害我毁容还想跑 你就没有一点亏疚之心吗 你们家人 怎么就没把你这种咬人的狗拴起来 以至于现在到处祸害人 陆安然每说一句 就在我奶脸上狠狠招呼一巴掌 我在视频这头气的身体发抖 浑身血液逆流 脸色胀红 我立马截屏发给秘书 让他立马给我查视频里的人是谁 我奶的脸很快被打肿 嘴里本来就没剩几颗牙齿 基本都被打掉 嘴里乌哇哇的全是血 脸上血痕遍布 全是支架印 我放大的视频 差点没认出那是我印象中的小老太 印象中的小老太 总是穿着一身简单的衣服 有时间为了拍照好看 还会穿上小裙子拍照发给我 问我哪张好看 他要发朋友圈 明明那么善良的老奶奶 平时连看小野猫 也会带回家悉心照顾 还会给山区偏远地区的学生 送生活用品 为什么这么善良的人 此时像只案板上的鱼 任人宰割 掩掩一息 早高峰路上堵车 看着一只不前进的车流 我焦急地把外套脱下来 扔在一旁 大口灌着水 却仍然压不下内心的胶着 不过 听物业说 警察已经赶来了 我又让他叫了救护车 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双目赤红盯着视频中 跳起来山我奶的年轻人 隐形摄像头很隐秘 长时间没打扫 镜面上已经有了厚厚的灰尘 看不清视频中人的脸 我伸手小心在屏幕上碰了碰 指幅发颤 两行青泪顺着眼尾滑落 滴答一声 我猛地收回手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而是要想办法 让这群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几个年轻的女人 把人折磨成这样 还不过解气 看着视频中 倒在地上的小老太太 我忽然想起 她今天早上 还没来得及吃药 又受到这么大的刺激 身体早已经是强弩之末 刚才冷静下来的情绪 像是被海浪张着大嘴 一口咬碎 喳喳都不省 幸好物业带来电话 我赶快接起 怎么样了 这群人竟然敢袭警 说警察是假冒的 要把我们赶出去 对面说着说着 就差哭出声了 警察不好动手 和对方讲道理 他们也不听 强行闯进去不行吗 我奶就要死了 现在不进去 等着等会儿 进去收尸吗 刚才被强行压下的情绪 立马反弹 几乎爆发式的吼了出来 直接闯进去 出了事情我负责 你去跟警察说 我奶心脏病犯了 快坚持不住了 四 好好好 对面连说了几个好 我立刻挂断了电话 眼睛一眨不眨 死死盯着屏幕中的 几个女人看 他们简直就是恶魔上身 居然在我奶身上撒尿 我去他妈的 这群畜生 我实在不知道 平时善良到过头的老奶奶 什么时候 招惹上了这群恶魔 听她刚才说 她和这群人 像是见过面 嘲笑声 在空旷的走廊 十分明显 老奶奶喜劲 我当初就把这栋楼 都买了下来 送给她做生日礼物 如今却成了 害死她的催命符 心脏像是被一双 无形的大手 死死拽着 疼痛撕心裂肺 猛的 我嘴里吐出了一口血 几乎是瞬间 狭小的车内 血腥未席卷 助理吓了一跳 眼眶瞬间又红上了一个肚 她默默在前方 用手臂挡着眼睛 一下又一下擦着眼泪 没事的 老板 小老太太上次还说 要给我做红烧肉呢 肯定没事的 上次我多吃了一块 这次全都让给你 肯定 肯定没事的 说到最后 是一阵眼面压抑哭泣的声音 听着这些话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秘书这边也有了消息传来 点开照片 看着照片中的合影 我猛地想起来 怪不得说这个人有些眼熟 不就是我手底下的员工吗 顿时 我火冒三丈 让人立马联系经纪人 把卢安然电话发过来 公司什么时候养着这群畜生了 仗着自己是明星的身份 无法无天 居然敢这么欺负人 看着视频中 奄奄一息的老太太 我死死按住了 一跳一跳的眼皮 电话发来 明明只是简单的几个数字 我按的时候指幅却发颤 好几次都差点按错 对面很快接通了电话 漫不经心的声音传来 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喂 你找谁啊 现在 立刻 马上把我奶从地上浮起来 送医院 我紧紧咬着牙 呼吸粗重来不像话 我以为对面会听话 没想到下一秒 我听见爆发式的笑声 扑齿 不是 大叔你谁啊 你是这个人孙子吧 怎么心疼你奶奶了 怎么样啊 你肯定不知道 你奶奶这副残样吧 刚才我还听他嘴里唧里咕噜 说什么呢 看样子是一个人的名字 不会是你吧 我感觉他快死了 要不要把电话给你 让他给你立一种 他应该成哑巴了吧 火气顺着心脏往上走 我感觉整个人差点燃起来 要不是害怕小奶太太出什么意外 我早就把手机砸了 我知道跟这种畜生讲道理是没用的 我立马亮明了身份 以为对方会害怕 结果发现自己这么多年的阅历还是太浅了 你是我老板 你还真以为我是被吓大的 大叔你配吗 你们这种穷疙瘩地方出来的 不过我不逗你了 其实硫酸没有倒进嘴巴里了 要不然你还怕来 什么胡话都敢说了 还挺逗 自身的情绪还来不及调节 紧接着陆安然恶魔般的声音响起 我等会要把硫酸倒进他眼睛里呢 你知道美瞳的辅助工具吗 我给你形容一下吧 看你这么孝顺的 哈哈哈哈 我首先会把他眼睛撑大 我还带着胶头低管 到时候用胶头低管 一滴一滴滴进你奶眼睛里面 他就会因为痛尖叫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看见我脸红过敏的丑样了 他撇撇嘴 继续道 居然还敢嘲笑我 还递给我口罩 这么恶毒 嘲笑别人的人就应该早点去死 呜 我被他无厘头的恨意弄得手足无措 世界进化的时候 他脑子是被实化了吗 还是脑子里装着一坨响 所以看什么都像是响 对了 你是他孙子吧 手机号是微信号吧 谁叫你冒充我老板 等会我会把折磨你奶奶的视频 拍得清晰又详细 不会错过一丝一毫的细节 全都发给你哦 我还来不及张口 对面毫不留情把电话挂断 查 给我查 谁他妈是他经纪人 让他打电话 电话被挂断 我想也没想立刻给秘书打去了电话 陆安然的经纪人已经被吓得腿软 瞳孔瞪大 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恐惧 颤颤微微拿起手机拨打了电话 看着视频中 陆安然很快接通了电话 我以为他会立刻放人 事情也在我的预想中一点点发生 他脸上闪过一丝不可思议 紧接着因为害怕声音变了个调 你说这个丑不拉击的人 是老板他奶奶 姑奶奶你赶快把人送去医院 再晚就来不及了 快点 你别害得我丢掉工作 陆安然短暂的犹豫后 闭着眼咬牙道 白姐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刚才就有人自称是我老板 说让我放人 越说他脸上越眉飞色舞 沾沾自喜道 不过那人拙劣的演技被我识破了 看样子我们演员这行 也不是这么好做的 经纪人嘴巴一颤 似乎是不可思议 你在乱说什么 下一秒立马尖叫质问 你脑子是真的生病了吗 跟你说了那人千真万确是老板 是老板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我命令你赶快放人 要不然到时候我保不了你 白姐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老板不会原谅我的 刚才他那么生气 我会不会被血藏啊 不要啊 我这么美丽的脸 观众看不见我会伤心的 经纪人压着火 害怕一下把人逼急了 还在好言相劝 没事 你现在赶快把人送去医院 删掉微博 只要人没事的话 老板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陆安然闻言 像是失了魂 缓缓摇了摇头 慢吞吞道 我没必要怕老板 我这棵摇钱树 他供着我还来不及呢 我凭什么怕他 就一小老太而已 只会让他花钱 我不一样 我价值比他大 我会给他赚钱 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到时候 我把这小老太的面部 泼上硫酸 老板因为太丑不敢认 或者认不出来 这是他奶 他也就不会计较这件事 陆安然 你怎么了 你是疯了吗 经纪人那头已经崩溃了 跪在地上死死抓着头发 似乎是不敢相信 世界上居然有这种奇葩的人 第一次有人上赶着找死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怕是这辈子 都不想遇见这么个大傻逼 六 陆安然像是没听见 又像是听见一样 神神叨叨摇摇头 白姐我没疯 我想过了 微博也不能删 让他知道他奶奶有多么恶毒 我才是受害者 给自己讨回公道的受害者而已 我什么都没做错 还有我这么多爱我的粉丝 他就一个巫人 没必要怕他 万一他还被我不畏强权的品格吸引 追求我怎么办 我可不能太快答应了 你说呢 白姐 经纪人 我求你了 安然 算姐求你 少看点弱智小说行吗 你现在把人立刻 马上送到医院 不 经纪人听见这个字后 深深吸了一口气 强撑着笑意 你送到医院后 说不定老板会因为你救了他奶奶感动 然后娶你 你说是吧 安然 那好吧 陆安然红着脸 不情不愿说道 我在屏幕这头 气得血压飙到三尺高 居然还想着我娶这种贱人 就快晕过去 我连忙用手死死掐着自己人中 晕过去一切可都完了 好不容易说服了这种脑回路不正常的弱智 陆安然挂掉了手机 指挥着他的一群小迷妹 你去 把硫酸 迫在这小老太的眼睛里 快点 别磨磨蹭蹭的 那人接过硫酸 颤抖着手 把胶头低管 放在我奶奶的眼睛上方 我在视频这头 看到这一幕 眼睛充血 陆安然还真敢 还真他妈敢 下一秒我立刻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的瞬间 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从那边传来 声音越来越小 到最后像是幼崽因为疼痛 对着父母撒娇的乌叶声 顾崽 我痛 快捂上他嘴 我抄 他话真多 早知道刚才往他嘴里倒流酸了 剑死了 居然敢告我状 还以为自己是小学生吗 几乎下一秒 我嘴张了又张 很多话到了嘴边 却不知道先说哪句 老板 我已经把小老太送上救护车了 对不起啊 刚才以为你是诈骗电话 你会原谅我的 对吧 话落 我将映如死灰的身体 才缓缓回过神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让助理跟业务打去电话 确保小老太是真的上了救护车 你跟警察说什么都没发生 陆安然这个人 我带走了我嗓音平静 眼底是积压的一片风暴 物业犹豫了下 硬了下来 恰好此时 路也通了 没过一会儿 车就到了楼底 我交代助理去医院照顾小老太 把车留了下来 就在下面静静等着陆安然 过了好久 久到我不耐烦从包里摸出烟盒 狠狠吸了一口 才勉强压下内心的噪音 放在副驾驶上的手机缓缓震动 我侧头瞥了眼 点了接通 对面传来甜妮妮的说话声 老板 你在哪里啊 楼下 怎么不上来接我啊 刚才我送小老太上救护车伤到了手臂 没有力气下来 吸完了最后一截烟 烟头以完美的抛物线掉进垃圾桶 我挂了电话 回了两个字 等着 气 紧接着 我扯掉了脖子上的领带 一点点缠绕在手腕道虎口 拎起放在后备箱的铁棍 朝楼上走去 铁棍在地上摩擦 发出刺耳的声音 在空旷的走廊格外明显 尤其是地上带着丝丝血迹 血腥味弥漫在空中 直到走到门口 我整个人抑制不住压制在心中的暴乱 砰的一声踹开了门 里面原本乖巧坐在沙发上的陆安然 被吓了一跳 脸上的笑容也僵硬着 短暂呆愣片刻 他又恢复了明艳的笑 我缓缓推开门 把钢管扔他脚下 钢管与地撞击 发出的响声震得他从地上弹跳起来 一字一句道 其实在这个地方打你 对我奶来说 还挺残忍的 本来想把你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让你生不如死 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一面说着 我脱掉了手腕上的铭表 把定制的西装随手扔在沙发上 朝露安然逼近 这时他才意识到不对 慌忙站起来就想跑路 从我身边擦过 带着厚重的香水味 我低垂着头 弯腰大笑出了声 笑着笑着 眼泪就出来了 刚才小老太 就是在这种独立无援的情况下 被殴打 露安然手即将搭在门把上的时候 被我扯着头发 脱了回来衣服 摩擦地上干涸的血迹 好脏啊 你赶快松开我 别以为你是老板 就可以欺负普通人 小心我报警告你 我让你松开我 听不懂人话吗 地上脏死了 老年人本来就不爱干净 一股老人味 恶心死了 我默默垂下眼 他还是不懂 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抬手用力甩了他一巴掌 他被打来偏过头 捂着脸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看 如果你闭不上你的嘴巴 我不介意把你永远变成哑巴 啊 你居然敢打我脸 你知不知道我是明星啊 我脸很贵的 他指着我疯狂大骂 我不耐烦掏了掏耳朵 又甩了他一巴掌 左右两边都是新鲜的巴掌印 十分对称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露安然因为刚才一连串的辱骂 嗓子早就已经哑了 像只野狗没有尊严地趴在地上 这些程度的折磨还不够 根本不够 直到把他脸扇来流血 肿胀 我才停下手来 掏出包里的酒精 喷了喷手上的细菌 这种人实在是太蠢了 我把手机扔到地上 让他联系刚才他的几个粉丝 趴在地上的露安然 眼珠子动了动 我眯眼警告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 要不然你只会比现在死得更惨 文言 他手一颤 整个人害怕极了 电话很快被接通 露安然向我问了一瓶水 我当然是选择尿给他 不是这么喜欢尿在别人身上吗 赶快过来过来 他气若油丝 说完这些话就晕了过去 电话被我挂断 现在只用静等于而上钩 等他们到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门早已经被我打开 所以他们轻轻一推 就可以进来 不过是被迫进来 被保镖强行压着进来的 顾总 人到齐了 我疲惫揉了一把脸 看着面前四个呆若目击的人 笑出了声 爸 但那笑声却像索命的恶魔 让他们心甘一颤 一切是谁的主意 四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彼此又彷徨低下了头 看样子是不打算说了 我记得你们都是有亲人的人吧 要不要请你们爸妈过来喝茶 他们抖得更严重了 甚至有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 已经跪趴在地上哭出了声 有的还尿了出来 是他 是他 一切都是陆安然的主意 要不是他 我们根本不会欺负那个小鸭 不 小老太 我们无冤无仇的 没事欺负他干什么 剩下三个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立马把所有事都推到了陆安然身上 陆安然不可置信瞪大眼睛 你们不是我粉丝吗 为什么不帮我 你们不是说最喜欢我吗 他们三个齐齐翻了白眼 反驳道 要不是你有几个臭钱 你以为我们想做你粉丝 你私下还虐猫 走的人设居然是爱猫人设 我 要是你连泼都没这么厚 如果不是你发微博 我们怎么可能得罪人呢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你要负责把我们安全送回家 他不弄死你 我先把你们弄死 你们这几个绿茶 刚才欺负人不是你们最狠吗 现在这么全都怪在我头上 还没等我动手 他们四个打了起来 我在一旁看着他们狗咬狗 直到他们四个力气虚脱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跟死狗一样 我才慢条四里穿上衣服 让助理打了报警电话 把视频移交给警察 因为故意伤害罪 陆安然是主谋被判了十年 其他三人分别是五年 陆安然不满意 用了最后仅剩下的钱 给自己找了律师做辩护 律师在开庭前 天天向他保证 肯定不会让他坐牢 他就信了 甚至还闹到医院 在我面前更加嚣张 是老板又怎么样 有钱就可以欺负老百姓吗 我本来就什么都没做错 是他自己看见 我满脸红斑的样子 他就该死 该瞎 要不然他向其他人说了 我明星生涯该怎么办 我保护自己有错吗 还在我面前乱叫 看样子是巴掌没吃够 用力甩了他两巴掌 我让保镖把人插走 他被架着 仍然声嘶力竭喊道 错的是你们这些人 是你们 该和我道歉的人也是你们 等我开庭那天 你们走着瞧吧 文言我皱了皱眉 助理才从旁边的小角落出来 无嘴偷笑 我邪逆了他一眼 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洗脑成这样 还真以为自己有以后呢 助理无辜耸了耸肩 摊开双手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就只是告诉他 一定会申诉的 然后他就信了 把钱全部转给我了 我吩咐秘书 把陆安然经纪人开了 在开庭前几天 陆安然又惹上了麻烦 就 听说 一直被他压着的对家 趁他病要他命 把他虐猫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一时间 钟爱粉纷纷脱粉回彩 短时间内 积攒了上万条恶评 以前就觉得 陆安然营销什么爱猫人设 被捡回去的流浪猫 最后也不知道去哪了 刘评论说 看一眼 还被他粉丝骂了 忍辱负重四年终于等到今天了 当初我的猫被他当作流浪猫捡了回去 后来我去找他要 却被他的保镖很凶打发走了 希望被他对待的猫 也有人这样对待他 脸上长得痘痘就停止拍摄 整天在剧组耽误大家进度 本来一个月能拍完的取景地 硬是花了三个月 陆安然也算是小牌大耍了 他现在已经没了团队 以前还可以指挥团队删恶评 现在每天只能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每天醒后 恶评又增加一倍 甚至还有在他视频下面讽刺 内涵他删恶评的 陆安然那条和我奶奶的微博合照 没有删 有人认出了我奶奶 说我奶奶经常救济小区的流浪小动物 那些小动物也很有灵性 下雨了都知道往小老太家里跑 我奶奶在网上被人夸了一番 甚至曾经骂过他的人还给他写道歉信道歉 陆安然看见这些气到肺爆炸 当天夜里把那条微博删了 毫无疑问 第二天他迎来了更惨烈的谩骂 他甚至现在还没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嚣张地贴出了律师函 网友们纷纷气笑了 路转黑的不在少数 还律师函 真当我瞎大的 这么多人你告得过来吗 我们是怎么侮辱你名誉了 猎猫的人不是你吗 你走夜路的时候最好小心点 小心那些被你虐死的猫来锁你的命 第二天 陆婉然卸载 注销了所有社交软件 等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十月份的开庭 陆安然胖了很多 但明显本来就注意身材管理 与以前一对比 不细看五官的话 根本认不出来 他脸上也很憔悴 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化妆品在脸上也遮挡不住他近日的疲惫 不过他还是好好收拾了一番 对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 对 现在是应该多笑笑 要不然进去遇见我安排照顾他的人 每天可笑不出来了 紧接着 他说出来的话 让我差点没被口水枪死 老板 如果你现在向我认错的话 我还可以原谅你 顺便帮我澄清下那些谣言 等我出去 非弄死那群贱人不可 居然敢曝光我黑料 是 我已经彻底被他无语道了 他凭什么会觉得 我会喜欢上他这种神经病 我侧过身 懒得理他 开庭时间越来越近 他的代理律师却还没有到 他脸上有些开始慌了 身体慢慢发抖 紧咬着唇 到最后 开庭结束了 他律师还是没有来 他六神无主地跪在地上 嘴里神神叨叨说着不可能 我走到他跟前 他紧紧抓住我的裤脚 像是抓住了最后救命稻草 我踹不开 只能把残忍的真相 刨开个血淋淋的口子 一字一句告诉他 这一切 不过是我设的一个局 没想到你还真相信了 律师是我助理 你说他为什么不来 他不可置信盯着我 像是看恶魔一样 猛地松开我裤脚 我往前走了几步 又倒回去看他 对了 忘记告诉你 我助理是我奶的干孙子 故意骗你钱的 他彻底着魔了 先是咒骂周围的一切 然后又崩溃大哭 可这一切到底有谁在意呢 医生说 硫酸低歪了 没伤到眼球 眼睛还可以恢复 我缓缓松了一口气 紧紧握住小老太的手 哭出了声 像是得不到糖的孩子 又不想小老太为难 只能自己一个人 在旁边默默压下情绪 可这些小老太都知道 犹如当年一样 去篮球场捡了好久的瓶子 给我买了一大桶糖 自己身上和肩膀上 全是篮球砸的痕迹 那天我抱着怀里的糖 吃了很久 奶奶就在一旁默默地陪着我 太阳从西边落下 又从东边升起 小老太的身体好了不少 但全身上下都被纱布包裹着 我每天下班了就陪他 他还会故意逗我笑 顾仔 你看我像不像电视里的木乃伊 这个造型还挺有意思 哈哈哈哈 你看我上半身 独眼像不像海盗 等我好了 我去给你寻宝藏 金币都给你花 对了 顾仔 我以后再也不乱交朋友了 他们都好坏 你也是 少交点朋友 我在一旁给小老太削苹果 文言连连点头 我们又笑着讲了很多 他抱怨我没时间陪他 我抱怨他不听话 最后抱怨着抱怨着又相识而笑 幸好 一切都还来得及 来得及 全文完